男人捡起自动铅笔 对着弟弟的眼睛一顿恩 笔心慢慢靠近弟弟的眼睛 断了 看来弟弟是真的睡着了 男人放下手中的笔 转身离开了房间 而此时的弟弟却突然睁开眼 看来是真没睡着 兄弟俩个这玩无见到呢 原来弟弟觉得哥哥最近特别奇怪 本来吧 哥哥哪哪都好 名校毕业 运动细胞十分发达 满屋子摆满了证书和奖牌 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要不是因为几年前的车祸 左腿给瘸了 现在估计连孩子都有了 而自己呢 高考考了两次 落榜了 还落了一身的病 常年得靠药物维持 本来吧 兄弟俩感情挺好的 哥俩还经常一起聊天 谁也不会嫉妒谁 可这天却发生了意外 一辆黑色面包车下来一群人 他们把哥哥拖上了车 弟弟来不及追赶 就赶紧记下车牌号码 回去后急忙把事情告诉了爸妈 哥哥被人绑架了 可等到第二天报了警 警察却说没有这个车牌号码 他们怀疑是弟弟记错 可是发生了这种事 他又怎么可能记错呢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警察也是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次 但是都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也没有绑匪打电话来索要赎金 警察也逐渐失去耐心 就在这件事要不料料之之时 哥哥却突然回来了 大家就问他咋回事 可是哥哥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家人把他送去了医院 医生里里外外地检查一通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哥哥失忆了 也是 家人都觉得挺正常 毕竟突然被抓走 还消失了一个多月 谁知道期间发生了什么 受点惊吓吗 很正常的 既然现在人安全地回来了 他们就不打算追究了 只有弟弟意识到事情不对 首先是回来后的哥哥 总是莫名地在大半夜失踪 其次是他原本受过伤的左腿 回来之后变成右腿瘸了 所以他决定装睡 打算偷偷跟上哥哥 看他半夜究竟去干啥去了 可是等他跟了出来 更离奇了事情发生了 只见哥哥竟然剑步如飞 哪还有缺腿的模样 甚至连眼镜都不用戴了 弟弟跟着进了一个胡同 不曾想里面还有其他人 他们竟然还都对哥哥点头哈腰的 弟弟再细细一瞧 呦呵 这不是前段时间的警察吗 哥哥这是警察卧底呢 还是个黑帮大佬 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 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双手 把他给迷晕过去了 等到他再次醒来 又回到了客桌上 他一回身 哥哥就在床上躺着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哥哥见他情绪激动 一番挣扎后把他摁在了地上 问他是不是没按时吃药 导致出现了幻觉 弟弟冷静下来了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自己昨天确实是忘了吃药 就在他也以为 是自己精神真的出现问题时 却突然发现了地板上的鼻心 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 那天晚上并不是自己的幻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男人一到半夜就会出门 弟弟觉得十分可疑 他就开始跟踪哥哥 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他妈 不料却在无意中 偷听到了妈妈给爸爸打的电话 这下他可算意识到了不对劲 原来可疑的不只是哥哥 全家都很可疑 他赶忙溜出了家门 鞋都还来不及穿 不过却在门口碰见了爸爸 好家伙自家老爹怎么这么吓人 弟弟直接撒腿就跑 好在不远处就是警察局 弟弟也算成功获救了 可是无论他怎么说 警察始终也不相信 反而开始怀疑起了他的身份 就顺便查了一下户口 小美 1977年生 今年41岁 弟弟一听不对啊 自己如花貌美的年纪 怎么就41了 今年不是1997年吗 对面的警察一看就没受过专业训练 根本憋不住笑 他指了指墙上的日历 弟弟人妈了呀 这咋还跟家里的日历对不上年 他来到镜子面前一看 哎呦喂 咋这么丑了年 咋回事还时空穿梭了吗 他决定还是回家问得清楚 但是回家一看 家里并没有人在 反倒是一阵音乐声响起 随着音乐 弟弟打开一个房间 里面躺着一个假人 旁边还有一把刀 此时家人全都从房间里走出来 哥哥不慌不忙点了根烟 随后娓娓道来 事情啊还得从20年前说起 当时有个女孩就在这个房间被杀了 警方查了许久 愣是没有一丁点线索 因为在韩国 有个法律诉讼期 超过一定时间呢 警察就不再追踪了 可受害者家属不一 就这样让犯人逍遥法外 他们可不乐意 于是他们私底下一合计 警方破不了 那咱就自个来 很快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小美身上 锁定了小美就是凶手 抓住他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严刑逼供 可是一斧子砸到他面前 哪怕小美都被吓尿了 他还是坚称自己不知道 无论他们怎么整 什么酷刑都用上了 小美都说想不起来了 差点把他们整不自信了 搞得都有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抓错人了 他们只好找来一个催眠大师 打算给他催眠 而受害者家属就扮成了他的家人 目的呢就是让他自己说出杀人过程 而且小美也没有生病 那些药本来就不是什么治疗的药 而是催眠的药 就这样 他们成为了一家人 晚餐时 男人发现楼顶传来一响 可是家人却毫无反应 此时外面打雷了 声音刚好被掩盖了过去 弟弟盯了半天 也没再多疑 然而其实楼上的房间里 确实是藏了人 而且还是个杀人现场 他们布置好房间 想让小美在无意之中闯进来 没准刺激一下 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可没想到还没等计划实施 却发生了意外 哥哥把弟弟忽悠出门 想让家人再好好布置一下房间 不料半路上遇到警察了 警察跟他说 虽然我们查不了案了 但你也不能这么查 这是非法囚禁 于是就把人给带走了 好不容易哥哥被保释出来 他们决定将计就计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 但是小美还是一口咬定 自己是清白的 反而趁着大家不注意 打开车门就跳车了 哥哥一个方向盘没打死 直接撞树上了 而小美也在慌乱之中 被货车撞飞了 而就是这么一撞 小美全都想起来了 当年也是因为一场车祸 他们爸妈全出事了 自己的哥哥也重症不行 躺在医院又没钱治病 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哥哥给治好 可是当时那个年代 社会经济萧条 没有人肯要他 哥哥的情况已经容不得继续拖下去了 就在这时 小美收到了一封邮件 对方说可以付出丰厚的报酬 但是需要小美杀了人 没办法 为了救哥哥 小美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可到底还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小美来到指定地点 发现自己根本下不去手 正准备悄悄离开时 却被一个女孩发现了 本来吧 第一次做坏事就慌 女孩还一直在叫唤着 小美只能哭过去 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 可是一不小心用力过猛 女孩隔屁了 还没等小美反应过来 房间里的女人出来了 她也是隔纳也不动 就一直地叫 小美也只能把女人也杀了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屋里的小男孩醒了 可是小美实在是不想杀人了 于是她安慰小男孩 只要回到房间数到一百 妈妈就回来了 然后去见了雇主 没想到雇主竟是哥哥的主治医师 她知道小美缺钱 于是就想让她把自个儿的老婆杀了 骗取巨额保险费 可没想到她却把女儿也杀了 一生情急之下想跟小美拼命 却也被反杀了 受到这一连串刺激的小美 就这样失忆了 当年的小男孩就是如今的哥哥 哥哥本想直接结束她的生命 却发现小美已经恢复记忆 她让小美把当年的事情告诉她 可是小美把一切罪责拦在了自己身上 因为杀人的是她 没必要让一个苦苦追寻真相的人 到头来得知了最不愿意知道的真相 然而其实哥哥早就明白 当年是自己的父亲满胸杀人 可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所以才执着于查找凶手 如今看到小美这样 哥哥彻底明白了 也崩溃了 她放下了毒针 选择跳楼自尽 而与此同时 小美也怀着内疚自杀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记忆之夜》 讲述着那个年代下 人们有着太多的无奈 伴随着血和泪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